民進黨立委參選人蘇智芬的宣傳車廣播縣長張立善進口 花聲說 欸等等 後面這是誰 黑色秋綠車 遠遠的慢速更新 先是貼幣 又發現貼太緊 趕緊外切 但早就被發現 雖然車駕駛不動聲色 但下一秒警察上門 警察劈頭就說 有人檢舉駕駛海報 警察扣車 甚至還要拿走車上錄音帶 就是後面出現一名女子 手機一直錄影 駕駛直覺 她動機很奇怪 好像在監控警方辦案 警方是有表示 沒有扣車 也沒有拿錄音帶 但先是跟蹤 又是被檢舉錄影 時間點實在太巧了 對國民黨籍縣長張立善喊話 因為選舉倒數時刻被跟車 讓駕駛新嘎嘎提告 黑衣人在二十三號上午十點多 到四湖分住所做筆錄後離去 不過對於放送內容 張立善當天晚間六點多 就委託縣府記要秘書 到警局隊宣傳車駕駛 錄製錄音帶的前北港鎮長 以及立委蘇智芬 提告妨害名譽 這是一個故事 而且顛倒是非 完全是誤告誤蔑 所以我也提出告訴我 互相告來告去 國民黨籍立委候選人張家駿透過總部 還加碼怒批 無恥抹黑 選戰火藥味 越來越濃 三星我 廖宇德 玉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